1 2 3 昨天和今天我們都有一個 秘靜來到這裡 有一個退醒的機會 今天主日的彌撒 也是普世傳教節 今天星期六 也是聖約王保禄二世教宗的慶日 我覺得天主不是有巧合 叫做有特別的安排 多或少都是想鼓勵我們 可能都要考慮 今次有機會聚在一起 我們怎樣在這裡 都加入這個福傳的使命 原來我們去到哪裡 天主給我們的召叫也是一樣的 因為我們在世 我們稱之為Pilgrims 很多時候我們聽到Pilgrims 因為我們想到是朝聖者 其實原本這個字不是這樣解釋的 Pilgrims就是說 不是這類的人 Pilgrim 大家都一樣 原本你不是屬於這裡 其實我們屬於哪裡 最終我們知道我們屬於永生 屬於永恆的天堂 我們那裏正是永恆的家鄉 在世我們屬於哪裡都是短暫 不是啊神父 我打算活一百歲的 一百歲永恆是多久呢 真的一萬分之一秒都不及 當你過了很多個 很多個一百年都未開始第一秒 神幾何時呢 神幾何時呢 有人這樣描描他 有位聖者就說 何為永恆呢 就是 你想像有一隻小鳥 每一千年呢 你想像地球是一個鐵球 每一千年呢 這個小鳥就會輕輕地掃一掃 然後一千年之後 又回來又輕輕地掃一掃 直到這個鐵球呢 磨到去變成了 墓了 正是天堂的第一秒 等多久呢 那個我們正是最終的家 因為那裏是怎樣 所有的渴望都得到滿足 所有我們未知道 未看得清楚的東西 終於看得清楚了 我們看到天主的真身 我們看到所有天主所創造的人 都是以愛創造 而他們可以在天堂 因為他們看到 回應到天主的愛 他們想要這份愛情 所以天堂 不是沒有人可以犯罪 而沒有人再想犯罪 天堂擁有絕對的自由 我們更加有自由去做任何事情 但是我們因為看到 我們擁抱了 不會再想任何會傷害這件事的人 我們活在世上 所以是在等待著去那裏 所以我們不屬於者女 我們是一個pilgrim 一個旅客 過客 pilgrim 變成了朝聖者 就是因為永恆的福樂 就是真正的聖地 所以現在是走去那裏 所以我們都是在朝聖 但是在世 我們人們很善亡 很容易就會回到我們原本的惰性 所以我們很早的教會的時候 就已經想到需要有朝聖 就是去探望那些特別的地方 最初就是去耶穌生活過的地方 就是耶路撒冷 以及巴勒斯坦的地方 然後慢慢去其他地方的人 就會去聖者住過的地方 或者殉道者去過的地方 或者去探望教宗 教會的核心的代表的地方 慢慢去羅馬 那你要知道 我們英國這裏 Warsingham 曾幾何時 是亦都入於 等同於有餘聖地 這麽重要 羅馬這麽重要 或者這個Santiago Compostello 這個西班牙很出名 這個朝聖的終點的地方 第四個四大 那時的朝聖地 這裏英國的Warsingham 曾經在中世紀 是入於其中一個 我們去朝聖是幫助我們 明白到我們 就算在那裏下了根 都是過度的 我們所以在世 就是要去一個地方 所謂福傳 就是去召喚更多的人 去見證給更多的人 就是我們在去一個更好的地方 我們一起去 我們在去一個肯定的地方 我們要去一個 滿足我們所有渴望 能夠釋放我們所有的 自由的需要的地方 我們一起去 這個就是 所以福傳並不是給一些東西給人 而是啟發 彼此的啟發 我們要去一個真正的家 有時我們就是要被遷循 我們要經歷改變 就明白到這裏 最終都不是我的家 我記得那時候離開香港 我很不願意 離開了之後 要我回香港 我又有一點點不願意 因為實在太熱了 還有回去 都不用很多日子 就發現人家 都知道我不是屬於香港的 因為我的三褲鞋 你已經知道 你不是香港人 沒有牌子的 還有我發現香港人夏天 都是穿黑衣、黑褲 還要長袖的 我穿了一件短袖T恤 加一條 還沒去到膝頭的短褲 我記得有一次 約見一個 還沒去過的團體 他說 就在這個地鐵站等 我說 你還沒見我的樣子 我需要把照片給你嗎? 他說不用 應該認得到你的了 果然他一進來 就認得到 因為他全地鐵站為一個穿短褲的男人 然後我問他 我說他很厲害 我認得 然後他也懶得跟我說 我眼神就說 一看就知道 還問 那真的 很有趣 你可能這一刻 你覺得 我要回香港 你住了 你就可能說 這裡不錯 然後再住了 你就可能說 要是時候去別處 我們最終的滿足是在天堂 是不是說在世 所以什麼都不做呢? 不是 我們要勇敢地去正視我在哪裏 就在那個地方 此時此刻 要愛這個時刻 這裏 就是 日王保禄二世 他其中一個 最令人記得他的說話 就是 他正式 做了教宗之後 舉行那個就任的 那個大典 那個儀式 在里撒裏面 他的Hormody 他最出名的那句話 就是什麼? Be not afraid 不要害怕 他呼喚了很多次 他第一個就是 講明天主在世的權威 天主在世的權威 不是威迫性的 不是操控的 而是愛的權威 當特別是基督徒 真心真意 為著 走去 召喚更多人 走去 這個至聖的天堂的終點的時候 我們會顯示 天主的權威 今天我們第二篇讀經 讀《中途大事錄》 耶穌就是說 你們會接受這個權威 來自天父的恩賜 由天降下的聖神的恩典 但是聖神的恩典 是我們合而為一 正是顯而易見 所以福音 我們今天聽到 你們要合而為一 耶穌對他們 中途向父親阿爸父的祈求 阿爸父 讓他們合而為一 與同聖三 合而為一到底怎樣? 三位變成整整得一體 一個天主 有三位 一個天主 合而為一 一心一意 一個目標 合而為一 天主要我們 合而為一 耶穌今天有為我們祈禱 在福音裡 他說不但這些 包括了恩著他們的宣講 而加入教會的 就是我們 愿他们合而为一 所以即使这里不是我们的家 最终的家 在这里我们要凝聚 要凝聚我们的生活见证 福音分享 爱德的互助 人走在一起会不会有问题 有问题 有很多问题 我们可以标准它是政治 但实际是 天主如果每个人都一样 那就悶死了 婚姻应该是越 久就越发觉 我不认识这个人 这么奇怪 你住了三年之后 发觉我什么都挑着眼眉 知道了所有的事情 那就悶死了 但这个人可能不是的 这个人三年发现有新东西 三十年之后又有新东西 那你只可以有永恒的嘛 去到天堂 遇见你老公和妻子 哇三千年三千万年后 都还有新东西 那有些人说 那天堂是做什么的 不就是听些天使在这里弹那个雪琴 那我都不去啦 这么鬼门 但是呢 天堂是什么呢 我记不记得呢 如果你记得呢 你就是我的年纪 穿柴檸檬茶有个广告的 由头亮到落脚的 他有个广告就是说一个大热天使 有个很热的男人 整个广告都是向后 在跳板那里 向后跌下去的水池 他说炎炎的夏天天都这么热 分分钟口渴了 现在最好就叹穿柴檸檬茶 就跌下去了 天堂是什么呢 你感受过那一下 热到不得了跌下去的水池 是不是很爽啊 第一秒是这样 第二秒呢 就由那个level 再高一个level 就是每一秒 看回之前那一秒 都是无限的刺激的 无限的满足的 无限的更加爽快的 有永恒的 这个就是天堂 想不想去啊 想不想带多一些人去啊 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 我们要看真是永恒的东西 公义 我们要看永恒的公义 所以在世有些东西 我们要争取 做不到的 天主 你会有永恒的公义 我经常都在想 一些真是十我不赦的人 真是 为什么他这样的时候呢 我在世我要为祈祷 为他做宝塞 有机会呢 如果我认识他 要跟他说 有机会呢 你跟他表示 正确的方法是什么 但是我更加担心就是 如果他这个世界 这个世代里面 他不改 将来要多久的练育呢 或者会不会墮入地狱呢 天主 你不想这个人去地狱 天主有什么办法 减轻他的练育呢 我经常都是这样想的 甚至有几次 有些人都会找神父笨 试过有人都骗神父钱的 有些人说 神父他骗你了 他说我们未知 我不知道他做戏还是真的 那都是几百元而已 那我就想 那他骗完之后立刻就知道了 我说希望这几百元 他会在他的良知那里 去辣透他 去煎熬他 如果那三百元可以在良心上面 煎熬他 值了 值了 希望可能 净净了 足够的重量 可以令他醒觉 有一天回来 福传所以有很多种 但是我们不可以停 我们不要害怕 这个爱的权威 是大过人的权威 他说不要害怕天主爱在世的权威 因为保佑基督也说 不要害怕基督进入你的心里面 进入社会里面 进入经济里面 或者在我们现时生活里面 任何的角落 你害怕你的 找不找到工 你在这里能不能够有钱 能够有钱 能够有钱 不要害怕邀请基督进入这个空间 你可能害怕你的家庭里面的关系 能否维持到 不要害怕邀请天主进入婚姻的关系里面 在父母子女的关系里面 你可能会担心 离开了 还在香港的人 不要害怕邀请基督进入那个空间 你可能担心在这里新的环境 文化 语言 或者跟这里的 教会里面的人士 或者工作里面的人士 或者伦理的关系里面 邻居的关系里面 不要害怕邀请基督进入这个空间 带着主基督去每一处 我们是朝着永福 我们是过客 但是我们不是孤独的过客 我们是跟天主一起走的过客 事实上 当我们有主耶稣 跟我们一起走的时候 原来 当我们刻意地捉住主耶稣 我们已经跟祂一起在家 原来我们一家 不在于一个地域 也在于一个关系 每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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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 那里就是真正定居之处 今天所以在我们被派遣去传福音的日子里 我们也不要害怕 我们将我们此刻最需要的 稳扎于基督盆石之上 我们今天邀请主耶稣带领我走这一段日子 主耶稣不要离开我 不要让我离开你 主耶稣让我与你相遇的 与你佳行的这份喜乐 给我勇气和身边眼前的弟兄姊妹 喜乐地 安长地 充满活力地去分享 恩父及子及圣神之命 有闻 祝福音乐 祝福音乐 为主耶稣